梅西率领阿根廷队拿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被冠军后 中国部分狂热球迷比阿根廷人还激动 朋友圈这两天到处是阿根廷人的励志段子 一个比一个血的精神抖擞 青春啊少年啊潘帕斯啊熊鹰啊之类 把懂足球不懂足球的都看沉默了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讲一讲阿根廷这个地球上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 普通人一般对阿根廷的了解 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很富 现在穷的没完没了 经济数据跟发神经一样 欠一屁股债 几辈子还不清的那种 另外还有牛肉好 有个牛逼红红的大草原 国家大部分是白人 姑娘漂亮小伙也帅 还跟英国人喂马刀干过一次 不过大多数说不清楚具体为什么 为什么大部分是白人 为什么游富变穷 为什么还债总也还不清 为什么要抢马刀 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才造成这一切 大家现在手牵手随我来 我们一起划起有意的小船 划进历史的长河 现在我们即将驶入阿根廷的秘密通道 一起游览这个国家光怪陆离的过往 阿根廷这快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前 归印加帝国统治 这里漫山遍野都是印第安人 大家过着互相打打野兽 包包头皮的幸福生活 美洲大陆被欧洲人找到后 穷疯了的西班牙人开始在美洲建立据点 以方便掠夺美洲的金银 欧洲人建据点也没那么容易 经常建起来就被印第安人摧毁 看在银子的份上 西班牙人咬着牙花了小20年 才于1553年在阿根廷搞定第一个据点 西班牙人花了200年时间 但美洲共建立了四大总督区 阿根廷隶属于拉布拉塔总督区 这是四大总督区里头建立最晚 也最不受待见的一个区 还是从秘鲁总督区1776年分出来的 这年北美13州都发独立宣言了 可见出生有多晚 拉布拉塔总督区这么不受欢迎 是因为他们那穷 没发现银矿 银子主要在上秘鲁的波托西 1542年这里就发现了大银矿 西班牙王室就指望着这些银矿 找大名买奢侈品过日子 波托西的银子输出来分两条线 北线从毕鲁阿里卡港出 经巴拿马到西班牙的卡迪斯 南线从今天阿根廷的布伊诺斯艾利斯 好空气的意思出 经里约热内卢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银子在拉丁语里头叫Argenti 由于是银矿的出海口 布伊诺斯艾利斯这一片就被叫做Argentina 就是银子之地 最早过来的西班牙移民 以布伊诺斯艾利斯为中心 慢慢在这建起了学校 医院 邮局 剧院等等 人不多 整个拉不拉塔区也就小几十万人 但总算有了一些纺织 造船 食品加工业 没有银矿 这里的气候也不适合搞中之远 所以Argentin历史上既不需要黑人 印第安人又被他们杀光了 就成了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 白人占到总人口的95% 已经白过法国 早先白人以西班牙为主 后来意大利开打统一战争 一大波意大利人为了避祸跑美洲来 一部分去了美国 一部分来到Argentin 至少有200万意大利人 在这段时间跑着定居 居然在数量上超越了西班牙人 1955年大移民结束时 意大利占全国36.7% 西班牙裔占25.7% 德裔占20.2% 经政府培训 大家都统一说西班牙语 就是意大利人太多 他们的西班牙语力 夹杂着大量意大利词汇 不是正宗的伊比利亚半岛位了 由于意大利人爱生养 今天阿根廷4400万人口里 有近3000万是意大利血统 占全国人口的60%以上 我们熟悉的梅西 巴蒂斯图塔 马斯切拉诺这些球员 都是意大利人的后代 也是这个原因 阿根廷球员喜欢混西甲和义甲 去西甲有语言优势 去义甲有血缘优势 意大利和阿根廷居然还承认 两国之间的双重国籍 关系打得火热 不仅仅踢球 大量阿根廷人会去意大利读书 接受军事训练 都是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后代 回去深造就是回爷爷奶奶家 多显亲近 其实你看看阿根廷的一些特点 就会发现跟意大利人一模一样 人长得帅 爱踢足球 会享受生活 不太会搞经济 不会打仗 吃一点败仗就爱投降 阿根廷人就是拉丁美洲版的意大利人 我们今天一说起阿根廷 就叫人家潘帕斯雄鹰 潘帕斯这个标签都贴人家脸上去了 其实他们刚搞殖民地那会 潘帕斯草原还不是他们的地盘 他们只是在北部的一块区域窝着 后来把潘帕斯草原吃下来了 拿破仑在欧洲见人就揍的时候 把西班牙葡萄牙本土给放到了 南威好多殖民地没人管 催生了拉美大独立运动 远离国土的拉布拉塔症有了二新 便于1816年宣布独立 阿根廷由此诞生 独立后的阿根廷一边跟巴西治理斗志斗勇 一边向南方的马普街人 印第安人的意志进攻 到1881年彻底吃下了潘帕斯和巴塔哥尼亚 1884年最后一批印第安人向阿根廷投降 他们从此失去了所有的国土 阿根廷此时在往南就是南极大陆 已无国土可以征服 便开始转入大建设时期 阿根廷一生又爱又恨的死鬼冤家 大英帝国这时候才出场 阿根廷虽有优质的农业资源 能产出高质量的牛羊肉和粮食 但他得找个国家做长期买家 这个国家如果能帮他搞定基建就更好 因为农产品需要铁路才运的出去 有了铁路也更方便治理国家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要跟他互部才行 平良心说阿根廷的建设法国帮了点小忙 但主要还是英国出钱处理 阿根廷给他们的回报 是优质农产品 以及铁路沿线两侧15公里土地的所有权 另将大量土地低价卖给他们 主要在英国人的帮助下 阿根廷建成了一张很夸张的铁路网 1916年这片铁路网达到了3.3万公里 1960年达到了4.8万公里 要知道我们这么大的中国 是直到1975年才有4.86万公里铁路 最鼎盛时 阿根廷人均铁路超过美国 密度达到173公里每万平方公里 跟美国西晋时一样 密密麻麻的铁路像毛细血管般 将整个阿根廷站在一起 无数的城镇沿着铁路线拔地而起 各种学校 医院 教堂 邮局 商店 旅馆纷纷成行 阿根廷的货物与人流都得到了有效运转 并因此吸引了大量移民迁居到这里 1880年 阿根廷的耕地面积仅200万公顷 牛泪存栏1200万头 1905年时耕地已达1200万公顷 牛泪存栏3000万头 1910年代是阿根廷最好的时光 布宜诺斯艾里斯被称为南美巴黎 在澳洲要是碰到个爆发户 会说他富得像个阿根廷人 1914年 阿根廷人均收入持平荷兰 略搞于西班牙 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羊毛出口国和第三大畜牧生产国 布宜诺斯艾里斯在美洲的繁华 仅仅落后于纽约 阿根廷1945年的人均收入是巴西的三倍 墨西哥的两倍 1950年还能跟加拿大 挪威差不多富裕 就是得益于他们的优质物产加铁路网络 许多资料在提及阿根廷跟英国的历史时 只记得他们受了委屈 在马岛被英国欺负了 却狠手有资料提起阿根廷早年能够崛起 英国人给予了极大帮助 仅1913年英国就向阿根廷投资了6.8亿英镑 他们在阿根廷修建的铁路 农场 港口等 对阿根廷经济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跟英语那种主仆关系不同 英国跟阿根廷还是互帮互主的情侣关系 是相对平等的国家关系 也正因为前妻爱的神 后面才相互伤得真 阿根廷早年富裕的神话大致是这么来的 其实是以英国为主的国际资本 大量投资阿根廷将农产品出口外贸模式 加意大利为主的大移民三大源头 促成了阿根廷的黄金年代 但是这个模式很快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一战和二战接踵而至 英国自家都雇不上了 那还管得了别人 阿根廷一半以上的外资都跑路了 打仗时 欧洲也没人买阿根廷的农产品 阿根廷人口大量增加后 国家管理成本剧增突破了单靠农业能支撑的极限 因此迅速陷入衰败 二战结束后 历经浩劫的世界各国想法也变了 大家开始限制粮食进口 尽量发展本国的基础农业 产业结构单一的阿根廷更卖不出农产品 正巧此时全球货船都经巴拿马运河 也不打麦哲伦海侠过 物流也出问题 一时雪上加霜 本来农业这口饭就只能吃个短期红利 没见哪个国家敢趴在农业身上吃一辈子 阿根廷应该及时转型发展工业 才能让国家在第二阶段步入正轨 坏就坏在阿根廷的工业转型没成功 农业赚不到现金流后 阿根廷陷入到了长期内耗阶段 严重耽误了工业的发展 公司财政宽裕的时候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而公司一旦财政紧张 一点小问题都会闹得特别凶 1946年 虎安贝隆作为工党领袖当选总统 他跟自己的老婆推出的贝隆主义 深深影响到了阿根廷之后的走向 贝隆出身于意大利移民家庭 他们家在阿根廷经营农场为生 20岁时从军校毕业 之后在军界和政界长期出任各种职务 中间还不断出术 能文能武 1943年参与政变成功而成为副国防部长 1944年又因为反对总统青梅政变 这次被先后任命为陆军部长和副总统 实际掌握了陆军军权 这年圣湖安发生大地震 死了至少一万人 贝隆去现场震灾并演讲 认识了一个叫艾维塔的女子 49岁的贝隆和25岁的艾维塔 最终恋爱结婚 艾维塔就是著名的贝隆夫人 艾维塔出生于贫穷的单亲家庭 从小生的美貌 15岁时跟着一名渣男男歌手 来到布宜诺斯艾丽丝 被渣男抛弃后 在夜总会做舞女为生 认识了一票有权势的男人 并在他们帮助下拍电影 做主持人演话剧 混得有声有色 既锻炼了口才也赚了不少钱 和贝隆恋爱后 艾维塔将贝隆的思想 整理成贝隆主义 并到处为丈夫宣传演讲 她长得漂亮说话又好听 又时常为平民接级说话 所以在阿根廷深得人心 那这个贝隆主义 具体搞些傻子名堂 贝隆自己宣称的是三条 政治主权 经济独立 社会正义 实际操作就是 没收欧美公司的投资 收回英法铁路 把这些资产国有化 在冷战中不站队 美苏任何一方 努力发展本国工业 给穷人修筑房 建学校 医院 养老院 给穷人大发福利等 这是典型的南美左派经济打法 又善良又粗也又无知 给普通民众盖房子 发福利 谁不支持 但这种没收别国资产的办法 是可持续的嘛 爱民众不是简单粗暴的 给他们发钱 而是要让国家经济 有序发展 让社会去提供高质量的 可持续就业 但南美左派 从来等不及几十年 经济出成果 先急吼吼抢一波 把钱分了再说 这样一通瞎搞 使来阿根廷投资的外商 卷起铺盖体筒旧跑 大量银行倒闭 农物业产量下降 食品石油天然气 价格都开始飞涨 高工资和高福利 又搞得大量私企不堪重负 一通骚操作 到1952年时 大家工资水平 是上涨了35% 物价却上涨了73% 年通货膨胀 搞到了30% 1952年 贝隆夫人 因为患癌症去世 年近33岁 虽然艾维塔 搞经济水平不行 但她爱阿根廷 民众的心是赤诚的 她生前曾说 如果我为阿根廷而死 请记住 阿根廷 别为我哭泣 这句话 1978年 改成音乐剧《艾维塔》里的一首歌 1996年电影 贝隆夫人拿下奥斯卡奖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从此传的到处都是 之后阿根廷国族 只要一输球 就放这首歌 成了传统固定节目 贝隆夫人也就发展成了 国家形象代言人 因为经济管得差 1955年 贝隆被军队推翻 流亡乌拉规 但军政府更加不会管经济 一通瞎搞 还跟文官斗得昏天暗地 常年内耗 使阿根廷经济停滞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 越来越严重 从1946年之后 阿根廷就没有一届正常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好运气 一开场就涌光了 1970年代出 阿根廷日子过得惨淡 人民忽然又念起贝隆的好 1973年 将他请回来就职总统 贝隆这次也不瞎搞了 还将阿根廷的超高负债率 控制到了156% 但他年纪大了 很快死于心脏病 军政府又把权力接管过来 贝隆他们治国就算水平不够 好歹还有些底线 但军政府就是一群莽夫治国 这些人把国家的通胀率搞到了600% 老百姓抗议 军政府直接沙沙沙解决掉 从1976年到1982年 2万人死在军政府手里 这些人就是普通的家庭主妇 学生上班族 就因为头天晚上批评了军政府 第二天凌晨军队就把他押上直升机 开道部伊诺斯艾利斯海湾上空 黎明石把人从直升机上扔下海淹死 跳海的人通常在临死前高喊一声 我是阿根廷人 然后哗啦一下掉进海里 瞬间被大海吞没 军政府杀人太多 自己也知道作孽太深 就想着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 于是有了1982年的马岛战争 英国原先是打算归还马岛的 但1970年代在周边发现了石油 就不想还了 当时总统加尔铁利以3000军人收回马岛 就等着美国来调停 以为对英国一个台阶下 这事就结束了 毕竟英国隔着整片大西洋 打一仗成本太高 不料撒切尔夫人大怒 命3.5万海军 118艘舰船 350架飞机穿越半个地球来打马岛 顺便买通了美国和法国 不给阿根廷支援 一个月时间英国只阵亡了255人 阿根廷阵亡了649人 但却有11300人被俘 英军一攻下马岛斯坦利港后 阿根廷少将就带着9800名阿军 向英军投降 一点军人的肚子都没 毕竟意大利人后待嘛 死几个人就全军投降 也算正常操作 这一仗成了阿根廷的国池 所以1986年 马拉多纳靠上帝之手战胜英格兰 阿根廷人兴奋地跟克勒瑶一样 就觉得战场上我们是输了 但现在马拉多纳 替我们把这口气挣回来了 输掉马岛战争也有意外收获 军政府从此倒台 阿根廷政府为了避免悲剧重现 疯狂寻弱军方 1999年时军队从马岛战争时的17.5万人 销到7.2万人 军费开支战政府支出 也从18%降到9.6% 军队曾经控制的化工 钢铁 电气企业也被私有化 航母 驱逐渐相继退役 到2022年 阿根廷海军总吨位减2.8万吨 空军按到奥巴马过来访问时 连驾半飞的战机都出不起 只要军队不再高市 阿根廷也就自收了收复马岛的雄心 到进入1990年代后 阿根廷错过了一个国家整整50年的发展时间 使国家断送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升级的可能 由于赚钱的工业系统没有建立起来 又配套了花钱的高福利社会机制 哪个总统都解决不了阿根廷的经济问题 要让阿根廷工业发展起来 国家就必须节衣缩食30年展开苦难的兴君 但别说30年 你让民众吃苦 三个月民众就会把你选下台 国家不能吃苦 但又没有挣钱的产业 平时就靠卖点农产品和借外债维持家业 不断借债和受国际市场波动 阿根廷经济搞得乱七八糟 债务越积越高 想要自己搞工业 没钱 现一屁股债 想要用进口替代 又伤害了本土工业 而且命脉终究在别人手里 经常搞出一堆输入性通胀 阿根廷从来就不是什么 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就是没有从农业国转型成功 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号的食品公司 经济不断恶性循环的阿根廷 又形成了对IOS深度依赖症 为了借到钱 几十年来不断顺着IOS 2000年居然滚到1200亿美元 为了还债 梅内姆卖了八年国企 才凑出来300亿美元 国家资产快卖光了 2001年还是欠下950亿美元违约记录 到2022年底 阿根廷外债高达2700多亿美元 占GDP的55% 已经卖掉整个国家也还不起 所以才有九次债务违约 金融市场常常发生各种耸人听闻的股债霜上 根据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的报告 2022年全国约有17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 330万人处于赤贫 50%的家庭月收入不足8万比一锁 折合人民币大约3200元 注意是家庭月收入 反看阿根廷这个国家从诞生到现在的境地 可以看到许多国家血淋淋的发展历程 建设一个国家跟建设一个公司 一个家庭本身规律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门赚钱的本事 得有安身立命的方法 在古代这门本事叫农业 在现代这门本事叫工业 工业是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 没有工业的大国经济发展常常一塌糊涂 阿根廷曾经有一个梦幻开局 但这个红利期十分短暂 国家本应该在二战前后完成农业向工业的转折 不过阿根廷错过了这个黄金周期 而且整个南美洲国家的左派执政 都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 在家里还没有开始挣钱的时候 就急吼吼赶走外资 给家里的穷人分钱 以讨好穷人 获得穷人们的支持 这群神经志总是高呼着良心 然后把经济规律摁在地上摩擦 最后都陷入到钱没赚到 欠一屁股外债的基本盘 使国家不断反复在泥潭里挣扎 一会右派上来说要搞开放 一会左派上来说要救穷人 从来没有一个几十年稳定的执政器 来完成工业化的里程 阅读阿根廷的过往 我们千万不要用西方的观点来解读 否则就只会读出一堆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等各种掩盖真相的名词 也千万不要用拉美左派的观点来解读 否则就会读出一堆民族主义 为穷人说话等情感诉求 其实就是挣钱的本事还没练好 就开始浪 方浪行还给了旁人机会 美国用DMF给阿根廷放血 浪上加浪就死悄悄了 其实和中国的发展历程对比一下 就会清晰的发现 没有完成工业化就开始浪 是南美各个国家的通病 不是一个国家 是所有国家 我们常常用魔幻 热情 魅力来形容南美 其实这些感性的东西 用在足球上还行 但用在治理国家上 我们还是冷静理智些才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 享受美好人生 这里是财富记频道 我是钱老板 感谢订阅点赞评论 转发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